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万金油没有任何人不知道 它的用途多,而且方便携带 不管头痛还是皮肤骚痒都可以使用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市面上卖的万金油有两种 虎标万金油分成红色和白色两种 这两种万金油虽然看似相像 但是它们的用途其实并不太一样 那这两种不同颜色的万金油到底有哪些不同的用途呢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虽然白色和红色的万金油它们的成分几乎相同 但是其实红色的万金油比白色的万金油多加了肉桂油和水羊酸甲子 因此它闻起来有少许肉桂粉的味道 肉桂油性热,因此红色的万金油能带来温感反应 能散寒,促进人体标微循环及提升局部温度的作用 含有水羊酸甲子这种成分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研究发现水羊酸甲子外用或局部涂擦 可产生皮肤血管扩张 皮肤可能会产生少许的灼热感 个人认为,白色万金油涂抹在患处 会有较强的清凉感渗透到肌肉 而红色万金油的温热感觉更强 而且有少许的活血功效 因为它有肉桂油和水羊酸甲子的成分 因此,有需要强烈热度和活血功效的患者 会使用红色的万金油 至于白色的万金油 它的薄荷油比红色的万金油含量更高 薄荷油具有特殊的辛辣与清新味道 即使用后会带来清凉感 它有清凉症痛的功效 局部涂抹可减轻头痛 偏头痛和肚子痛的症状 还有白色万金油它所含的玉树油 比红色的万金油更多 研究发现 这个玉树油在曲风方面效果很好 对因伤风感冒所引起的头痛 鼻塞、肚子痛及胃气 都有非常好的疗效 还有它也有消肿止痛、止痒的功效 因此被蚊虫钉咬时 也可以涂这个白色的万金油 简单来说 红色万金油更加适合用来解除肌肉及关节疼痛 背痛、关节炎、风湿痛 做骨神经痛及扭伤 这是因为红色万金油有较强的活血和温热作用 想要较强热度的人可以使用红色的万金油 而白色万金油能缓解头痛 鼻塞、蚊虫钉咬 而且也有止痒 缓解肚子痛和肚子脏气的功效 最后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两种万金油 不管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 倒不适合两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还有孕妇或哺乳期内的妇女 在使用前最好先征求医生的意见 也记得不能将她们插于眼部 黏膜及伤口处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